铁锅一歪 蜜蜡倾泻而下 呼了女人一脸 服务员听到声音后 敲了下门 见没人回应 就闯了进去 吓得她哇哇止叫 急忙躲进安全屋里 半个小时后 救援人员快速赶来 刚一进门 就见小美在床上不停地乱抓 看到胳膊上的手啄后 消防队员立马认出了她 原来不久前 她就被吊灯砸中过 怎么伤势刚好 又出了问题 此时蜜蜡已经完全凝固 小美根本无法呼吸 男人按住她后 说先要解决呼吸问题 黑妹接过手术刀 划开嘴上的蜜蜡后 用雪糕棒压住舌头一看 蜜蜡已经将食道全部封死 随后拿来一根软管 插入嘴中 使劲往里深 然后扣上氧气罩 让她能正常呼吸 可蜜蜡早就完全凝固 想要融化需要300度的高温 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无奈之下 只好将她送到医院 让医生帮忙处理 他们打算收工时 突然看到地上的手镯 自从小美戴上幸运手镯后 就遇到两次劫难 这玩意儿肯定是不祥之物 小伙刚要去拿 就被同伴制止了 可她不信邪 刚把手镯拿起来 旁边的队长就摔了一跤 这也太诡异了 原来小美是个过气的明星 双十一这天 闺蜜送给她一个礼物 就是这个转运手镯 据说点了赞和关注的 都会好运连连 小美非常喜欢 迫不及待的戴在手腕上 可刚走两步 天花板上的吊灯就落了下来 吓得闺蜜急忙躲进安全屋里 半天后 救援人员及时赶到 刚来到现场 就开始了工作 可吊灯扎进了地板里 根本抬不出来 先固定好头部 然后用木板刮了下左脚 觉得很痒 可轮到右脚时 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难道脊柱有问题 必须尽快将吊灯弄走 先用白布盖住小美的头 然后用电锯锯断钢管 等全部锯断后 才将吊灯抬走 因为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这时脚又有了知觉 应该刚才压迫到了神经 随后她就被送到医院里 可刚出院做美龙时 蜜蜡又全部护在脸上 幸好小姐姐及时发现 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 她才能正常呼吸 可把她送到医院时 闺蜜却说 多亏了幸运手镯 她才捡了一条命 而在转移过程中 手镯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消防员发现后 刚捡起来 旁边的同事就摔了一跤 这到底是幸运手镯 还是厄运手镯呢 小美出院后 想买个转运的物件 来到店里转了一圈 就看上了货架上的紫水晶 于是搬来凳子 踩了上去 可刚要拿水晶时 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女人亮亮呛呛走了进来 肚子上还插着个东西 小美听到声音 回头一看 只见闺蜜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摔到了地上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老板娘看到这一幕 急忙拿起手机 拨通了119 可打着打着 突然觉得天旋地转 两人也倒了下去 幸好救援人员及时赶到 经过抢救 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原来刺中闺蜜的矿物质 跟胃酸产生了物理反应 生成了硫化氢 因此他们才陷入昏迷中 通过监控 他们发现了刺伤助理的凶手 而他也去过美龙院 因此消防员告诉小美 最近出门时一定要小心 晚上小美独自回家 却发现后面有辆车 一直紧紧跟着他 响起之前的提示 急忙拨通了求救电话 可他开车不看路 一扭头 正好撞到卡车上 下一秒 车上的沥青就流了出来 将小车全部封死 这时警车赶到 将后面的男人控制住 看到前面的车祸 拨通了119 此时车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消防人员赶到后 先把后灯砸碎 然后拿来氧气罐 把罐子插了进去 可小美在前面 根本够不到管子 力气越来越小 其他人想把利青挖开 可此时利青早就凝固了 根本挖不动 小伙儿灵机一动 用喷火器加热后 这才将利青扳开 随后把小美救了出来 幸好他没有危险 经过审问得知 男人是个工艺品卖家 手镯就是从他那买的 当听到小美要直播开箱时 顿时慌了神 原来手镯是假的 因此悄悄溜进美龙院 想把手镯偷走 不料一不小心打翻了蜜蜡 他再次跟踪小美时 想威胁闺蜜把手镯偷出来 可闺蜜根本不答应 两人争斗中 一不小心误伤了闺蜜 最后他决定破释沉舟 把手镯抢回来 没想到引发了事故 自己还被抓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幸运手镯不能买假货 母子俩吵架 杀伤力太大 电梯都承受不了怒气质 急速下坠 幸好男孩只是擦伤了胳膊 而母亲却晕死过去 救援人员收到消息后 立马赶了过来 这时母亲才慢慢苏醒 可糟糕的是 因为电梯老化 水管破裂 电梯里竟然开始灌水 要不了多久 两人就会被活活淹死 事不宜迟 救援队迅速展开营救 从楼顶放下绳子 很快就落到电梯上面 此时的水已经到了腰部 幸好看到了希望 救生员从天窗钻了进去 孝顺的男孩让母亲先走 他这才成功获救 可当救男孩时 发生了意外 水越来越多 电梯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 开始慢慢下坠 而安全绳只有一根 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上去 眼看水已经没过脖子 救生员毫不犹豫地 把绳子浪给了男孩 最终男孩成功获救 救生员则在水里苦苦挣扎 队友拼命喊着他的名字 十分钟后 他借助水的福利 一个引体向上就爬了出来 果然还是活着好 经过这次意外 我敢肯定 他们以后不敢再吵架了 不过电梯的水是怎么来的呢 可这边刚忙完 另一边的男人 被困在垃圾车里命悬一线 小伙到垃圾时 没想到里面掉出个人来 而他却一无所知 原来昨天晚上 流浪汉为了躲雨 竟然在垃圾箱里睡了一觉 突然他被剧烈地晃动吵醒 爬起来一看 小伙正在收垃圾 他拼命大声求救 可小伙带着耳机 根本听不见 随后就被倒入垃圾车里 他赶紧拨通求救电话 消防车在后面疯狂地按着喇叭 可垃圾车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开越快 见此情形 消防车一个加速抄了过去 将垃圾车逼停 队长说有人困在里面 可人家却说 这不可能 因为他还没收垃圾 原来闹了半天 才发现追错了车 流浪汉被垃圾熏得 差点晕死过去 幸好FBI及时赶到 而垃圾有几十吨 如果把垃圾倒出来 能把人活活压死 队员只好顺着梯子爬上去 站在车顶大声呼喊 可没有任何回应 老头怕是凶多吉少 他们强忍着扑鼻的恶臭 在垃圾堆里翻着起来 半天过后 垃圾终于见底了 在最下面发现了老人 万幸的是他还活着 他们急忙把老人绑在单架上 顺着梯子救了下来 大家千万别学他 在垃圾箱里睡觉 这是一对连体人 他们的头部连在一起 弟弟从哥哥嘴里 抠出一坨黄色东西 原来他刚吃了一瓶花生酱 堵住了气管 接线员问他 附近有没有顶住腹部的东西 弟弟说有个餐桌 然后拖着哥哥 艰难地站了起来 谁知没走几步 哥哥因为窒息晕了过去 两人重重地摔到地上 弟弟非常绝望 如果哥哥领了盒饭 他也会跟着死亡 因为两人共用一个大脑 没办法分开 接线员说 哥哥只有三分钟时间 问家里有没有吸尘器 幸运的是 附近正好有一台 男人为了救哥哥 更是为了自己 拖着哥哥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前爬 在体力耗尽的最后一刻 从哥哥身上翻了过去 接通电源后 换上一个最小的吸头 塞到哥哥嘴里 然后按下开关 花生酱被吸了出来 哥哥成功获救 能自由呼吸了 听到这里 接线员笑得非常开心 哥哥擦干净嘴巴后 杰锦德抱住了弟弟 刚处理完这些 又遇到了新情况 一架飞机不小心 竟然落到了高压线上 而里面还有一个 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 必须马上开始救援 此刻高压电线电流正常 如果超出负荷 飞机就会瞬间化为灰烬 幸好救生气垫准备好了 队长让飞行员先跳下来 虽然他有恐高症 可没有退缩 把对降机交给女人后 眼睛一闭就跳了下来 正好落到气垫上 可轮到女人时 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要下去的话 老公就非常危险了 可高压线随时都会烂烧 如果不跳下去 很可能两人都在劫难逃 老公说 为了家里两个孩子 他必须跳 女人只能无奈地松开手 果断跳了下去 此时高压电线不断冒出火花 队长没有犹豫 戴上绝缘手套 爬到电线铁塔上 慢慢靠近飞机 时间就是生命 必须尽快救出男人 他给男人穿上安全绳 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 然后慢慢将男人放了下去 此时高压线已经超出负荷 不停地冒着火花 在电流接近飞机的刹那 队长跳了下来 下一秒 飞机就着起了熊熊大火 还好有惊无险 另一边 女人躲在厨房的案板上 地上数不清的蝎子围着他 他们被反锁在小吃车里 女人拨通急救电话 接线人说 蝎子可能是在集体逃命 他往外一看 附近的火山爆发了 300度的岩浆正在四处蔓延 如果被咬上一口 会不会中毒呢 接线员问 蝎子长得什么样 他说是黄褐色 后背有条纹 头上还有一个三角形 我的天哪 这是最致命的毒蝎子 接线员立马查询资料 这种毒蝎 最怕酸酸的味道 女人把醋急忙倒进喷壶里 此颗岩浆 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 高温让她呼吸困难 时间非常紧 她拿起喷壶 对着蝎子一阵狂喷 果然真的有效果 蝎子闻到酸味后 立马四处逃窜 虽然蝎子被赶跑了 可外面的岩浆 已经扑面而来 车子又被反锁 强烈的高温 让女人快要晕过去了 正当她绝望时 FBI赶了过来 打开了车门 她终于获救了 下一秒 岩浆就把餐车吞没 画面一转 男人为了能让孩子 清楚地看到老虎 便冲着她扔石头 直接砸到了老虎头上 一旁的大妈连忙上前劝阻 我们只想拍张照片 一家人丝毫没有认错的态度 却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老虎盯上了 男人正在上厕所 外面的游客却疯狂地逃窜 她急忙大喊 发生了什么 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吼叫 转头才发现 是刚才被自己砸的那只老虎 于是她急忙拨通求救电话 而老虎却在远处 只勾勾地盯着她 接线员让她在原地不要动 可面对老虎的血盆大口 男人根本没有胆气留在原地 而老虎也在后面追了上去 她急忙翻越栏杆 危机暂时解除 她告诉接线员 自己在猎火鸟园区 让保安赶紧过来施救 可此时的老虎正在计算 栅栏的高度 男人彻底慌了 警员这时赶了过来 园区工作人员告诉她 老虎跳上墙顶 然后翻越了牢笼 在了解报案人的身份信息后 众人大吃一惊 原来男人是一个牙科医生 他最喜欢的便是打猎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 挂着很多动物的头颅 而此时的男人 早已成了老虎的盘中餐 警员急忙用麻醉枪 将老虎控制住 天道好轮回 苍天牢过水 所以不要做坏事